圣约灵修 今日读经 诗篇96到99章 为什么我们不赞美上帝 作者 林英强长老 这几首诗都在呼吁读者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歌唱什么呢 这四首诗歌中提到的就有 称颂他的名 传扬他的救恩 述说他的荣耀 述说他的启示 他的尊荣 威严 能力 华美 他的公义 公平 纪念他的慈爱 信实 他大而可畏的名 他的圣洁 有一位神学家提醒我们 我们的祷告中非常缺乏对上帝的赞美 我们比较容易进入感谢 这人是某一种的功利主义 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记住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 不容易赞美上帝自身的神圣的属性 然而 诗篇的作者说 之所以要向耶和华歌唱赞美 是因为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因为你耶和华至高 超乎全体 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 因为他本为圣 换言之 是因为上帝自身的 至为圣洁 至为公义 至为大能 至为慈爱 所以我们要赞美他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赞美上帝呢 上帝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太陌生 这个陌生的反义词不是熟悉 它是重要 很奇怪 上帝在我们许多信耶稣的人当中 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名字 有一位姊妹分享说 她的一个朋友 带着年迈的母亲 去北京旅游 问母亲最想去哪里 母亲回答说 毛主席纪念堂 第二天问 还想去哪里 回答说 还想去毛主席纪念堂 这个故事 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这二三十年来 那些一路走 一路磕头的藏人 也给了杜富 充满精神空虚的内地游客 很大的触动 基督徒对上帝的热爱 为什么比不上毛粉 对毛的热爱呢 不 甚至比不上明星的粉丝们 对明星的热爱 更比不上藏人 对他们的宗教偶像的热爱 为什么呢 我想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对上帝 还缺乏真正的认识 尤其是对上帝 作为创造者 护理者 救赎者 缺乏真正的认识 许多人对上帝的认知 还停留在 客观知识的层面上 就好像我们知道了 是太阳的光和热 维持着地球上 所有的生命 但是 我们既不会 真正感谢太阳 也不会心存热忱地 去赞美太阳 我们的心 被这个世界 塑造了一层厚厚的 罪的保护壳 我相信 这是魔鬼 在这个时代 最为成功的作为 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我们感知 认知世界的方式 是被理性主义 科学主义 和虚无主义 存在主义 实用主义 一一塑造的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也不例外 上帝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 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 上帝的位格性 被抽空了 在很多人的认识中 因为需要有一位 创造世界的上帝 所以就应该有一位 创造世界的上帝 因为人的罪 无法自赎 所以需要有一位 戴罪的耶稣 所以就应该有一位 耶稣基督 真的有这样一位 公义又慈爱的上帝吗 真的有这样一位 道成肉身的基督吗 或者说 这位上帝 跟你有关系吗 基督跟你有关系吗 这个时代 有许多基督徒对这类问题的回答 是含糊不清的 然而 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容不得半点含糊 这几首诗都在述说一个共同的看见 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王呢 他不只是全人类的大君王 而且是创造主天的王 是使世界坚定不得动摇的王 是使天欢喜 地快乐 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天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 林中的树木都欢呼的王 是审判全地的王 是全地之主 是至高超乎全地 远超万神之上的王 简而言之 耶和华是整个宇宙 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 唯一的至高的君王 在这样一位君王面前 本来没有我们的位置 他与我们有何等遥远的距离 何况还有罪横更在我们之间 然而 他行过奇妙的是 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 救恩是这位至高的君王 所行的最奇妙的事情 他居然眷顾人 居然为人安排了这样奇妙的救赎计划 他居然用了两千年 预备这救恩的完成 又用了两千年 来将这救恩分给地上的人 凡得到这救恩的人 就是以耶和华为王的人 就是被上帝的公义和慈爱 所统治的人 凡得到这救恩的人 都当爱耶和华 都当恨恶罪恶 都当靠耶和华欢喜 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 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 这几首诗又都在讲 上帝的一个必然要如此的行动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命云和幽暗在他的思维 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 谁能够在上帝的审判中 站立得稳呢 谁会在上帝即将到来的审判面前 欢呼歌颂上帝呢 唯有那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的人 唯有圣名 唯有义人 唯有在他脚凳前下拜的人 这些人是如何被称为 圣名和义人的呢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上帝自己 把救恩赐给了他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赞美上帝呢 是因为我们对救恩的认识 太过肤浅 慈爱的天父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是你草场的羊 是你手下的名 是你所救赎的百姓 可是我们却不热爱你 不喜欢赞美你 我们常常为你所赐给我们的 具体事物而感谢 却很少为你所赐给我们的 救恩而感谢 求你使我们真正地认识你 真正地认识 经历你的救恩 使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事物 唯独靠你欢喜 主啊 求你赐我们赞美的心 天天来向你歌唱 称颂你大而可畏的名 天天传扬你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启示 让万民万族都将荣耀能力归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